谁不来 谁不来 谁不来啊 告诉你 在俄罗斯乡里要赢 你这给我吹牛 做个人赛 哇 还行 哎 哎 李正 李正 哎 啥 李正 我想明白了 你车里坐一挺适合我的 这露营啊 跟这大纸牌屋一样 就主打一个新戏 叫什么 干吧呢 东厕也不来 这冻得跟XXX似的 谁不来 谁不来 谁不来啊 我这儿也东厕呢 忙着呢 先挂吧 你XXX 你跟XX东厕呢 嘿嘿 别玩了 咱那拍点什么样 人家都东厕去了 耀人到人家露馅了 哎 哎 我给想法 咱们拍一个那个生存挑战之海鲜市场当作战 地儿我都想好了 你跟三亚那路回头呢 人家在那东侧 咱们去三亚合适吗 你这不拉仇恨的吗 要不咱都没找到海鲜市场来个大作战呢 你说有没有那种看着特别苦 但是实际上 你懂吗 哎 醒醒哎 干嘛呢你俩这儿 出来三天了 你俩这给我睡两天了都 我出来请你俩睡觉来了 你也不能这么说呀 咱这不是胃盘高山吗 这不是出行头等舱吗 我得深度体验一下他这后排 哎呦 咋咋的 可不咋的 你说这咱不了解产品 你这视频咋拍呀 人家给这扒干净 我这还没玩明白呢 等会再研究研究 哎呦 博客啊 你也别着急了啊 后边这线路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大个事 咱这不是一四驱MPV吗 对不对 我待会带你 咱走点那种冬雪露面 走飞服装的 咱下一站先奔新菜岭 然后牡丹地奖园 最后再带你去趟俄我 你看怎么样 就给我吹牛X 你有钱挣吗 你带我求螺丝 嗨 你给我这儿闹呢 我告诉你 咱俄行的又瘾 出发出发 哈喽 大家好 新的一期远行笔记 又跟大家见面了啊 现在已经入冬了 那既然是冬季 咱们就得带大家来看水 这老嫂子已经给你们汇报过 他的计划了 一路向东 来带大家去走一趟 非常独特的旅途 那其实这辆MPV啊 可以说它给我的感觉 还是很独特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们都是 爱些硬派车型 来带大家去 出来走旅途 那这次是一个MPV 那这个车的动力也非常有意思啊 它这个整个动力系统 DHD 是由一个1.5T的发动机 加上前后电机来组成的 那这个总这个功率呢 也是达到了358千瓦 可以换算一下 400多迪马这个车 762千 那非常非常的可观了 而且这个东西 5秒7的加速 铺装的道路上 就一点没有觉得这个车很笨重 或者很沉 而且这个前面视线非常好 就是你开在这路上 除了舒服就是舒服 而且我又给它换个冬季胎 两个配置吧 现在主销的两个配置 全是四驱 走在这种 你看现在地上都是压实的一种鸡血 还有这种暗冰 现在一点都不用担心 非常稳定 刚才我还杀了几脚车 突然开这么舒适的车 我都会有点不适应 作为一辆就是承载一个家庭单位的这个车来过 就是特别好开 特别简单 就是它的驾驶 无论是方向视线 就会不会给你感觉说这车开一个超过五米的车 然后特别有门槛 有压力 有压迫感 它这个车简洁内饰 我觉得对于家庭工作来说确实很有好 车辆的侦测 这雷达都显示在这个仪表台上 你在低速行驶 或者说一些跟车高速度 周边有车辆过 那第一时间会提示 包括说后顾 如果有来车 会及时的有这个影像加声音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操作 包括并线 车道保持 开门辅助 后向的预警 这一系列东西全都在这块大屏里边 就是你不用去开它 它默认这些东西全都是启动的 触控感觉就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它这个触控感受是非常接近于手机的 像这个车辆 它的安全设备和辅助驾驶 包括一些能源的使用方式的玩意 车辆驾驶模式 全都集成在了这个屏后的下方 就像我们的安卓系 我和Windows才当下的这个 让我把二的 我特别期待这趟旅途 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因为本心 从来没有开过MPV出来 进行一个雪地的体验 你们俩别睡了 行呀 说两句 这后排怎么样 我这都给你们开车呢 说你俩呢 要说后排 我觉得最得劲的就是这个小手把了 我这一路看剧 看着我头晕眼花的 我现在我试试玩游戏怎么样 你说为咱这东厕 我给这个冰箱里边搬了一箱水 对这测试测试我这血糖都高了 可不我这玩游戏玩的 头晕眼花这都 这一路我得说的说咱这个座椅 我这两天算点到什么叫灵动力座椅了 就是它能给你这身体整个拖起来 感受不到这个你身体的这下坠 这感觉还行 老是给你拖起来以后吧 咱这座椅还有这个加热呀什么按摩呀之类的 我还得为大家再感受感受 你好好拍摄啊 李章你看啊眼前这片地儿是不是感觉特别不可思议啊 确实没想到能坐这种车了 独享你看连人都没有 听说这种体验绝对是独一份 开着MPV来看雪 我现在啊用它这个雪碧模式 就是这个车 你别看咱们这个车既不是SUV也不对 但是走在这种后击雪的这种废气功能 其实特别有 你俩都不知道能不能感觉出来啊 完全没有大滑的感觉 这一段呢其实它不是没有 它是一个废气的国道 但是这块呢咱们要通过它去往这个分化方向走 特意给你俩安排这看雪 看咱们这个越价越大 哎呦 下来稀有气 哎呀 可算出来了啊咱俩 是啊 我就问你 这一天穿越是不是你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 哎 开了一个MPV咱今儿干了一什么事 你给我 是你给我讲讲咱停这地儿有什么讲能没有啊 这地儿是真正的古丹江源头 是吧 这边来的上游 上面就是山里的泉眼 下边就是刘京 加姆斯 敦化 最后到这个松花江 一直往下走 这边就是下游 后边就是大河 现在正在汇聚的小溪 你能想象到 武南江源头是这么一个 刷溪小流吗 真是想不到 我在这车里边 感受了一天 咱这临终于坐椅 感受到我这 得出来 身上胳膊拉了腿 真的 我觉得不会有第二个人开着高山来去走雪山 确实 它这条四驱系统让我觉得太惊叹了 咱不说它通过性特别好 但是你说四驱性能 就能在这么厚的积雪里 推着咱们几十公里的雪山去下来 这一路真是没白来 刚才见着了啥袍子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样 我跟你说我来东北越野 三年 开无数的硬派 包括我自己的经理来过 就每次都说想看看袍子 从来没见过 今天能见着两次 确实 续航也有了 你在这睡觉大扎巴 对 零动力按摩 比肩越野车的四驱 可以算是我跟你出行以来 坐在车最舒服的一回 好漂亮 反正我没想到它这四驱系统 就是走在这种路上 其实还是有行路 只是先后积雪 就特别稳 而且我现在用它这个雪碧模式 有点像说燃油车二挡起步那劲 就是它会起的更缓 让你起的更稳 但是即便说你这一脚电门给大了 它也会特别缓的让你去起来 感觉这牵不着头 放不着电的 一会咱那饭是不是成问题 我跟你说 这个更不用着急 跟着我出来什么时候 让你饿着了 咱这个远行笔迹 这么多回 你们俩肯定都知道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户外的感觉 我跟你说 除了远行笔迹 你看谁开这车带你来这看武松 比武松岛每一百条街了 你看看眼前的武松 是不是特别美 三零二国道这个地方叫 我们高山一路推水上面 没有想象不到 它的四驱表线也让你编起来 虽然说不是日夜车 但是这种后期许的这种 非常滑的路线 完全没有问题 看看这什么 雪水的现包的酸菜叶饺饺子 咱既然都来到了东北 我就给你准备一个 火炬眼睛笔迹画风的美食 我现在开始忙 忙着包饺子煮饺子了 比较热的 老嫂子过来包了呀 不是可以啊 来来来来 先包的 生活小技巧 咱这出来啊 绝对不能是单纯的吃鹅玩乐 饺子包完了下锅了 告诉你一个小技巧 咱们出来啊 最常用的就是这种 钉丸气的高山罐 但是其实你在低温情况下 这种罐没有那么靠谱 即便说你能开始的锅 能点着火 但是如果你把它这么放在外边 这种寒冷气温下边 过一会儿它表面就结霜了 这个直接会影响到它的气化 就出来火了 简单的办法 准备一个小盆 或者这种小饼 这个能装水的 倒点温水 把它泡进去就可以 目的就是为了说 防止表面它这个结霜 影响它后续的气化 你看现在我放 刚才它直接不出现了 现在我给它倒了点茶水 经这火力 就完全没问题了 即便说温度再低一点也没问题 所以说你在冬季 用这种定完锡在外边提前做好预案 就基本上不会有问题了 别看麦香不太好 真的雪地里能吃这现包的酱吧 哇 猪肉芹菜 太香了 太香了 咱这一年跑了好多旅途了 但是这一车给我印象 真是算是最深的之一了 它把所有模式包括电池电机发动机的这种工作模式 然后这种搭配模式都给你想清楚了 低速度直接就变成出电了 你也更管 然后你要急加速的时候电机就再去自能 然后你溃电了 发动机在这边一边冲着一边跑着 这种混动模式就很清楚了 你这什么时候带我去俄罗斯 我还想这事呢 我说你管这叫俄罗斯啊 我刚才可看见那这国道牌子了啊 那必须的 咱能忽悠你吗 这块曾经有一条老的公路 然后是从A点到B点的 但是由于这多年前 然后发一场大水把老路给冲毁了 然后你就从A点到不了B点了 然后因为那块路都已经没了 在往靠近俄国这边 等于又新修了这么条你现在看见的这个新路 所以这块等于是借到了俄国的这么一块曾经的土地 所以说你现在已经站在了曾经俄国的土地上了 明白这意思了吧 偏移了一点 诶 没错 就这种一小丁点 诶 看这边了嘛 在铁丝网 那边就是俄国了 你往上扑一大民贝 诶 真的 你就跟俄国去了 这边看见没有 那边朝鲜 想往朝鲜去 那边就图门江 你打冰出了 嘶 行就走了 你想怎么办活吗 我先上车 大民贝 俄罗斯 冰出了 朝鲜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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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